哈囉大家好,我是網路圖文創作者蕭稿 就是一開始是看到很多人,就像比如說 前輩的彎彎、海豚男、福大侯這些圖文創作者在網路上面畫圖文 然後我就覺得我也想要用畫圖的方式寫我自己的日記 所以就在無名上開始了 我會回台灣創作的原因主要是 在加拿大做到一個程度以後就發現 開始可以靠蕭稿的收入為生了 然後我的市場在大大部分的市場都是在台灣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想要靠市場近一點,所以就翻回來 其實靈感創架其實比較少 因為我們平常就一直有累積梗的習慣 所以不時的就是會在手機裡面記下很多很多故事 那其實不太會沒有靈感的時候 主要是會碰到的問題是 不知道怎麼樣用畫面去表達那個故事 那那個是比較會遇到的撞腔性 我的信念就是 無知是一種力量 就是我當初會創造蕭稿也是因為我不知道畫圖原來這麼難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就覺得應該很簡單吧,我就做了 然後會開始做影片也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影片做起來會比畫圖難這麼多 然後我還是做了 給為夢想堅持的人說一句話 我會說就帶著無知的力量 然後去勇敢的往前衝 對,我覺得就是抱持著那個信念 然後帶著無知的力量然後去往前去吧 Choose your faith 就是帶著無知往前衝 欸不對,我應該是說無知就是力量